心中冷天涌进土地公庙 拜完不免俗要现场来吃完免费泡面 想要吃了冒泡业绩好 这里是南投中辽石龙宫 人称泡面土地公 许多人来拜拜求财香火鼎盛 没想到居然有人泡来乱 穿黑衣瘦高的男子 趁天公炉每人注意的时候 鬼祟上前 将右手拿着的塑胶袋埋进香炉 再用香灰覆盖 后来庙方打开一看吓一大跳 里面居然放着生的鸡头 民俗专家表示 这举动等同下降头 挑战神威的意味浓厚 不过也可能造成反扑 感觉很错愕 死风不可掌 不然每一间庙都这样帮 扰乱人心 而这也是在台南西罗殿 香炉被放生机腿后 第二间被恶搞的公庙 警方怀疑是同一人所为 而男子的行为恐怕触法 对公庙公然侮辱 可以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罚金 要方已经报案 要了解男子到底有什么动机 记者中尾翔徐环王世函南投 采访报导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